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配方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Main New Low 這個城市 那我在澳洲呢 還有一個兼職呢 就是送外送 各位應該有聽過蠻多平台的 Uber E GO DASH 還有個Main New Low 那我這次呢 講的是Main New Low這個平台 那我自己呢 已經在Main New Low這個平台 跑了大概兩三個月 那我想分享的就是說 我在這個地區呢 我使用Main New Low跑呢 我差不多 因為我都跑晚上 所以呢 我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我差不多可以跑 相近150 那最少的話呢 也有100 100到150 這樣子 那有一些片段呢 都是 我在跑的片段 可以看到我怎麼去取餐 然後呢 怎麼樣去接單 那我再講一個詳細一點的啦 那這個呢 這是我第一次跑的時候 第一天開始申請的時候 那Bonus呢 就是額外的 像剛剛那樣子 然後看到 第一天跑的時候 他的單數是非常多的 10 7 6 那這個13呢 是我中午跟晚上都有跑 所以說變成13 那平均一單呢 可以各位看一下 有6 9 10 10 這個是沒有Bonus的啦 所以說他比較 比較少錢 然後是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呢 就比較多了 下個禮拜的話是74 可是呢 這個時間也相當的 相當的變得比較多一點 那Bonus的話是100 然後他Delay他也會給錢 可以看到 這個是 平均就是8 7 7 6 5 好 現在我都停在這裡 地方就是 空位大 然後又很好出去 OK 然後名字呢 他上面不會寫 他只會寫號碼 所以其實非常簡單 其實 偶爾練一下英文啦 很簡單的英文 然後他裡面的 東西跟吃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很快 然後在這個APP上面 就要寫說我到囉 我要出發囉 我拿到單囉 像剛剛那個就寫說 我拿到單了 我就要滑縮 我拿到單了 1.5公里 你說近不近 超近的 不用下來其實 不用10分鐘 好 現在 沒有人 趕快 我跟你講這個 車的已經開了 已經是 非常的 無火純青 喔 有沒有 五次號之3 人出來了 有有有 五次號之4 有沒有出來了出來了 就是這位小牛 你直接給他就好了 好 好吧 It's a menu囉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Bye bye 就是這樣子喔 那我們就去洗安全帶喔 需要繞一下攝影師 不用 沒有化妝 不用 那其實這個呢 MENURO這個程式呢 我覺得他 非常的簡單又好用 然後呢 你也不用去 寄客人的名字 什麼的 他有號碼 他有專用的一些領貨號碼 你只要上去呢 講你的號碼 然後 餐點就會給你 然後再導航 然後到下個 你要的指定的家裡面 就可以了 我這樣自己這樣跑下來呢 我這樣速度呢 一天可以8到10單以上喔 3 4小時 差不多8到10單 那他這個 有一個小小缺點 就是說他要選10段 就是 你可能一天呢 你只能做3個小時 那偶爾呢 他會跟你講說 你要不要再多上一個小時 那就會變4個小時 這樣子 一段時間呢就是3小時 所以說你可能可以早上 中午晚上 3小時 看你怎麼分配 看你怎麼分配 那我這邊呢 給的經驗就是說 我覺得 晚上來說 單會比較多 那中午 我試過就是 不是這麼的好 晚上也不錯 然後 再一點呢就是說 Main New Roll價格非常的好 他一個好處是說呢 他有一些固定的天數呢 會有一些bonus 比如說 禮拜五 禮拜五或禮拜六 那他bonus就是 每一單固定會加3塊 那基本上 如果有禮拜五禮拜六的話呢 那我一定會跑 Main New Roll 因為我覺得Main New Roll 真的 這樣架上來的話 比較錢比較多 也比較好跑一點 然後呢 Main New Roll的話呢 他是禮拜二 的晚上六點吧 五六點左右 他準時會發薪水 他是一個很大的公司啊 所以說 絕對不會有 拖欠的問題 不會有拖欠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上手程度呢 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說 如果各位呢 第一次想要跑 跑外送的話呢 我覺得 我很推薦 跑Main New Roll 簡單上手 英文也不用到太好 就可以簡單學一下英文 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非常好的 然後呢 如果你使用我的優惠碼呢 他是有個新手任務的 那你完成了25單 那這個Main New Roll呢 就會給你50塊錢 那這個話呢 是 你必須要有別人的優惠碼 你才可以使用 如果你沒有優惠碼 因為我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我也沒有用任何人的優惠碼 所以呢 連新手獎勵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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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放上這個 如果你們各位有需要的話 可以使用 你可以拿到Main New Roll的價錢 那如果呢 今天你有朋友有跑Main New Roll的話 你也可以跟你朋友去拿 可以跟你朋友去索取 因為呢 一定要怎麼講 一定要有一個獎金制度 如果你沒有獎金制度的話 就是怎麼講 對於一個新人來說是不太好的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一定要使用 好 那我整體來說 這個工作是非常的簡單 在於堅持這一塊 那各位想問 如果他是在市區啊 比如說住市區的朋友 適不適合跑Main New Roll 那這個的話呢 我就不太清楚了 因為畢竟有些市區 是各種公寓型的 就是可能他會有什麼 幾隻幾樓啊 或是幾隻幾樓 我覺得那個很麻煩 那我這邊話說都是開車 所以說 他那個房子就是 這邊就是一號 這邊就是二號 然後 然後對面是單數雙數 就是這樣子很容易就可以分別 可是如果是市區的話 都是怎麼講 都是那種公寓比較多 所以說 這個可能你們要去實測看看 好 那以上呢 有什麼問題呢 你有些Main New Roll的問題呢 都可以在底下問我 有什麼相關Main New Roll的問題 或怎麼樣都可以問 那以上的影片就是這樣子囉 那我是新北方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各位掰掰 你先去拍這個吧 下面就要講說剛好遇見 剛好遇見有沒有 粉絲啊 可以可以 粉絲 粉絲合拍嗎 每一次都拍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 粉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